雪安娜嘉穎監獄昨晚發生越獄事故 一名服刑不到三天的囚犯 在嘉穎醫院接受提點後 趁著醫療人員不留意逃脫 警方封鎖醫院附近道路 搜查每輛路過轎 追蹤囚犯下落 嘉穎警區主任奧斯曼指出 44歲的囚犯 Chao Kim Leong 因為吸毒 鑼鐺入獄 三天前開始服刑 預計年底刑滿出獄 囚犯是因為左手骨折 昨晚7點左右前往嘉穎醫院 接受治療時逃脫 目前下落成迷 警方昨晚9點15分 接獲院方投報後 展開搜捕行動 囚犯當時身穿橘紅色褲子 和白色T恤 左手打石膏 警方呼籲公眾留意 協助警方追捕逃犯